在中國繼續增長的時候 歐洲、美國他們感受到了壓力 就認為中國的不斷的增長 可能會形成巨大的競爭力 進而破壞規則 打破秩序 形成對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的顛覆 或者成為新的霸權 你怎麼樣看待這樣的觀點呢 有時是當時 在我的情況下 到中國 有些人不準備好 進入這麼競爭的市場 然後當他們有的 很難 他們罵了中國 如果你想要進入 非常競爭的中國市場 你應該要好準備好 但是如果你想要 因為你不準備好 而你想進入 這個競爭的中國市場 這是另一個故事 我們還有很多競爭 在美國和美國市場 所以看著中國 是中國一陣子 還是會罵中國 因為你的自己 公司不算 是否有多競爭 這我會說是 主題